近日,加泰罗尼亚电台对巴萨巨星梅西进行专访,自一念斯塔利队后,梅西正式成为巴萨第一队长。 在接受采访时,他不仅发表了对于外界长久以来给自己邱霸称号的看法,巴萨回应就算我退役,巴萨也能安心提拔新人,而且还在谈到C罗离开西甲时,给了C罗高评价,拖显英雄湘西之意,在被问到退役仪式时,31岁的梅西大度回应,异欲击碎邱霸传闻,我还能踢几年,到时候再决定吧,而且就算我退役了。 巴萨也可以安心提拔新人并引进新远,我想要完成合同,然后再看看是否继续踢下去。 此前,外界一直传闻,梅西是阿根廷国家队,以及巴萨的球霸,教练想让谁上场,必须征求他的同意。 但现在,梅西本人展示出自己高峰亮节的一面,对巴萨表了决心,他把球队的利益,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,并不贪恋现在的位置,而是为巴萨的未来着想,值得球迷敬佩。 而在最近巴萨主场对阵维斯卡的时候,他主动把点球拳让给苏亚雷斯、梅西让点的表现,足以证明西团队利益至上的精神品质。 而在谈到C罗离开黄马去尤文时,一直被外界认为和C罗水火不容的梅西,对这位值得尊敬的对手给出了高度评价。 很显然,C罗的离去让他们变弱了,也让尤文成为欧冠热门。 这个评价令人感动,谁说他俩是死敌。 今后,如果梅西再想在俱乐部语,C罗进行强强对话,看来真要等到欧冠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